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 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空坐标 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 而今天我们的老台北是第24集 邀请到非常知名的演员 也是电影监制影医制作所的董事李烈 我的朋友们大多数现在都叫他烈姐 虽然他比我年轻 我也叫他烈姐吧 我们的老台北 今天请烈姐来回顾一下 他的一段人生跟台北的关系 你是三重出生 对 我的小名叫虫虫 哦 虫 对 就是三重的虫 不是虫子的虫 不是不是 不过我们从你的人生要回忆一下老台北 我想要先从你大概19岁那年说起 嗯 19岁之前你的一段搬家的历史好像也还蛮丰富 蛮丰富的 在台北哪些地方住过 从三重嘛 三重出生 然后念到幼稚园大班的时候搬到永和 就在竹林路 竹林路之后又搬到和平东路三段 和平东路三段再搬到罗斯福路万龙街那里 哦 万龙 万龙之后又搬到和平东路一段 嗯哼 嗯哼 所以你在台北 以前的台北县 现在的新北市和台北市还绕了很多圈子 绕很多圈 可是问题是现在的新北市对我来讲 根本是另外一个国度 因为跟我小时候住的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住的时候全部是田呢 是 我小时候连富旦桥底下都是田 对啊 然后我们小时候 我说实话 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就是在田里玩 嗯哼 抓青蛙 对最喜欢的就是稻子收割了以后 然后整个田就是我们的游乐场 那个简直是爽死了 在19岁那一年 嗯 你忽然之间出现在电视影光幕上 对 但是你还在念世心 对我还在念世心四年级的时候 对 谈谈会成为一个众所瞩目的明星 而且很短的时间之内 对 呃 说一说那一段经历 那段其实就是一个误打误撞 我就是有一天走在校园 然后碰到一个学长 然后他就看到我 他就忽然好像我是他的救星一样 抓着我就跑 我说你要干嘛 他说你赶快跟我走 他说我们的剧团 我有个剧 我的女主角不能演了 你赶快来帮我填位置 我就说我没有演过戏 我不会演戏 他说我不管 是舞台剧 舞台剧 他说你先来救火 我就那个火一救之后就救到今天了 也就是说你参与了一个 你原本不是你应该去做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但是你却被是黄以公 对 台势 台势那时候一个导播叫黄以公 他刚好去看了我们的那个演出 是 然后他就跟那时候的团长 其实是周瑜 哦 然后他就跟周瑜说 这个女孩子很合适演电视剧 然后他就把我带进台势 这个我觉得细节可能需要更多 因为我在某一些资料上面读到的 好像还有李行对不对 李行导演 李行导演是这样 李行导演反而是 就是黄导播先带我去 我演了第一个电视单元剧 那个时候很红的一个台式剧场 是 他是单元剧每个礼拜播一集的 就这么巧 就是我才演第一次 就刚好被李行导演看到 然后李行导演那个时候 他正准备要拍小城故事 是 所以他就 就是他公司的 就打电话给我说 导演想看看我 然后我就去了 就也傻傻的就去了 还穿着制服 放学 对下课就去见导演 去的时候 导演正在拍汪洋中的一条船 是 然后我就看到了 秦翰跟林凤娇 就那个东西对我来讲 就哇好震惊 大明星被我看见了 然后李导演就 因为他在拍戏 他也很忙 所以他就这样看了我两眼 他就讲两句话 他就叫我回去了 所以我就回家了 所以你在当时只是看到了大明星 但是你不知道 你很快的也变成大明星 我当然不知道啊 因为我说了什么 那时候对我来讲 拍戏唯一的好处就是 我赚的钱比同学多 因为我的酬劳 就让我变成是我们班最有钱的人 其实那酬劳也很少 还记得大概你演一出戏 酬劳是多少吗 我那个时候 我拍小城故事的时候 好像是两万块吧 可是在你知道就是学生 你那已经是非常大一点 你的一学期的学费 杂费大概也就三四千块钱 我那时候世心的学费 一学期才两千块 是吗 对啊 所以就你知道就请客之间 就发现说 哇自己怎么这么有钱 但是在当时 我比较好奇的是 黄以公他本身是 第一个用一恩计 也就是单机作业来做戏剧 电视戏剧 他的第一个单机作业 还是是台式剧场 我有参与演出 叫东港之恋 我还记得 那是真正的第一部 那是真正第一部 我们就是大队人马 就全部杀到东港去出外景 那个时候在整个台湾的 不管是电视或是电影 但都是一件非常非常新鲜的事情 对 那帮助我们回忆一下 至少我是非常有兴趣 很好奇 因为在此之前 不论是每天15分钟的 晶晶情侣这一类 或者风潇潇 大概大概半个小时 我都感觉 我都感觉那个时候的电视剧 万一出一个小小的差错 现场是没办法拯救 对 那个是Live 因为它不是录影 它是Live 而且它是三个机器 甚至到后来有四个机器 对 在一个摄影棚里面 透过运镜 调度 演员的走位 可以介绍一下 在三级时代演戏 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 不过我没有拍过Live 我开始拍戏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录影的 是 所以那个录影的压力 还是三G 对 还是是三G 但是它不是Live 所以压力没这么大 但是我有听过很多前辈 他们就讲 他们之前拍三G的时候 闹了很多的笑话 比方说 这个场跟场之间 它要转紧 它得要换衣服的时候 因为你根本没时间 所以你只能躲在布景里面换 有的时候就是 那来不及的时候 你就穿帮了 就观众就会看见 你在怀疑 就很 那时候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我那个年代 就是三G 那三G的最重要的一点 它就是 我们在录影前 一定要排戏 会有一整天的时间 那一整天的时间 基本上会把 第二天要录的东西 大概要彩排两到三遍 先彩排过 彩排过之后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台词 一定要录得很熟 因为你是整场戏录下来 你台词不熟 你一直NG 那是会被大家骂死 在你早年参与电视工作 尤其是非常闪亮的星星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 或者很少见的特色 那就是你的戏服 据说好多戏里面的戏服 是你自己买布 请裁缝 可能也还是你自己设计去做的 可以说一说 我不敢讲说是我设计的 因为那个年代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不像现在 我就常说现在演员命很好 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造型师 没有服装师 也没有所谓的服装赞助 所以你戏里面的戏服 就全部都是要演员自己准备 那当你是女主角 你的戏很多的时候 你的场次很多的时候 你当然就得准备很多的衣服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 OK 女主角 maybe你的酬劳比较高 可是你事实上 你的酬劳很多都是花在服装上面 就如果你对服装要求的话 那那个年代也没有像台湾 现在这样子 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品牌 这么多的设计师的服装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衣服 在小荧幕上显现出来 会比较有特色的话 就是全部都得自己做 那好 你还有没有印象之中 有哪一些衣服 用什么样的款式 以及你怎么样去选布料 来突出那个角色的特色 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玩这一块 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玩耍 反正就是喜欢看服装杂志 服装杂志跟去布料行 买布料 我想现在已经没什么人 去布料行 买布料 自己做衣服了 那去挑布料 去选布料 然后再去找裁缝 然后告诉他说 OK我这块布料 我想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就告诉他 你想怎么做 就那个东西对我来讲 都是玩耍的过程 就是是我的游戏之一 关于我们的老台北 列姐应该有一些 非常鲜明的印象 那就是你从小搬家 搬了那么多次 你大概印象之中 老台北应该在这三个字底下 是什么样的景象 第一个是衡阳路 衡阳路以前是全部都是布装 是 我有印象的 对不对 我妈妈买绣花鞋 做旗袍 对 给我爸爸做长袍 给我做这个小袍子 都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后来我拍戏时候 我会自己去捡布做衣服 跟小时候那段经验 有很大的关系 你在衡阳街混的 我不是在衡阳街混 我妈妈很喜欢去逛布装 那就是我妈的 我常常跟着我妈妈 就布装一间一间的逛 那个布装在那个年代 是达官贵人的女卷 才会去那里买布料的 是 他那个店门口 都会有个小小的推车 推车上就是零头布 零马布 他零马布就很便宜 就跟书店的封字书一样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都跟着我妈妈 然后我们就是看布店 哇每一块布都好美 然后最后就是在 你知道那零马布的车上 就可能妈妈就挑一块 零马布带回家 另外两个地点 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都会带我去 国军英雄馆 国军文艺活动中心 也就是国光戏院 最早叫国光戏院 那我不晓得 贵阳街和中华路 对对对 就带我去看 那个时候叫平剧 那京戏 对 去听戏 然后听完戏呢 就是去点心世界 吃一碗酸辣糖 跟煎饺 锅贴 锅贴 对 那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我们一定有重叠的 为什么呢 我也是到国光学院 或者是国军文艺活动中心 去看戏 另外就是到对面的清真馆 你是到清真馆 牛肉包子 我们是去点心世界 因为那个东西 在那个年代 物质这么缺乏年代 就是那个是 已经是最大最大的享受 然后他也不是经常会有 你可能一个月 甚至于两个月 会有这么一次 那一定就是我爸爸带着我 因为我最大 我弟弟妹妹都太小 他们根本不可能跟着出门 他们会坐不住 所以都是我爸带着我 在十八九年级 也能够供养家庭 而且你还可以经常出入 各种不同的 跟一般的学生生活 不一样的场合 完全不一样 交很不一样的朋友 那么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没有想到过后来 你还会展开其他的事业吗 还有或者反过来说 你后来做过很奇特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在一般大明星 也很少见 就你突然就结婚了 好像就不干了 就是你就放弃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行使独立意志的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跟整个的那个时代大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年代保守 那我是女孩子 我们跟你们男生真的不一样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是在家里面 给你安排好 然后我家里告诉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所以自己其实是从小是没有想法的 你会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 可是因为后来主要 我就是因为我爸爸早逝的关系 我爸爸走了之后 你逼的你必须要去面对所有的 你才知道说 OK人生不是那个样子的 人生原来还有很多的面向 然后原来天是会塌下来的 父亲在你19岁过世 那个时候你也就是差不多 进演艺圈的前半年 是吧 差不多半年多 我父亲是半年多前过世的 所以我觉得那东西 逼自己要去面对很多现实的层面 以前你不知道什么叫现实 即便家里不是有钱人 可是你都不用去担心这些东西 可是你在几年之内 本来是普通的学生 可是忽然之间变成了大明星 演不完的戏 可是忽然之间你就结婚了 因为我说实话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演戏 要成为一个明星 是 那不是在我的想象里面 那是我世界里面没有的东西 因为那些是我父亲一直给我的观念 跟我自己的计划是 我毕业以后要做记者的 所以我才会去念诗心 而且因为我很快就红了 那那个红之后 命运跟生活推着你 没有办法去思考所有的事情 没有办法去思考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要的 所以当后来 当你工作到了一个程度 当你那个知名度 给你带来的那个所有的压力 因为我其实我的本性是一个 很不喜欢被人管束的人 可是我变成我每天不停的要工作 不停的要工作状况之下 我其实很快就很想逃避了 我其实我后来想过 我的第一次婚姻之所以这么快速 是因为我就是想逃 我想逃离我现在活着的所有的东西 就是你给我一个东西 告诉我说 那我就会跟现在不一样 我就马上就去做 就是这样 在担任演员这个工作的期间 不算太长了 一开始大概几年 最初的那个阶段 我注意到 尤其是在浏览这些剧目的时候 好像你也有一个 很不一样的特色 就是你的选择 你选哪一个戏 虽然你刚刚说有身不由己 但是我看起来好像 你对于比较具备新的 尤其是人文特色的剧 你会比较有兴趣 也就是说 你选角的时候 是不是根据剧本 或者根据导演 或者是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来选 你要演的角色 我就喜心厌旧 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一向就是喜欢尝试 我没有演过的东西 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 就是也许黄以工的缘故 或者是理行导演的缘故 你接触到的某一些 这个戏剧特质 或者是电影跟电视剧的特质 是不同的 当然有影响 就是因为我说实话 我常常讲说我很幸运 是因为我一开始 我的起步 一个是黄以工 一个是理行 那他们都是在 他们自己的本业里面 要求非常高的人 所以虽然电视跟电影 是不同的两个表演 但是在这两个表演上面 我碰到都是最严格的人 所以他们给我的观念是 很要求的 所以我自己也变成后来 很多事情很要求 就是我刚也讲 我就我是糊里糊涂进来的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角色 他如果对我来说是 不好玩 不有趣 我就不想演 他会很腻 是 很容易腻吗 很容易腻 所以这个时候 也是后来我第二次 又出走的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对 你每十年 大概就会出 出一只剩 所以我才说 我洗心眼酒 接下来的出走 可以解释一下吗 接下来出走 就是你那个生活 一成不变 然后你没有办法碰到 更有趣的角色 就是好 我很奇怪 我虽然不是本行出身的演员 但是我天生有个特质 我所有的剧本 我年轻的时候 我最多看三遍 我可以把整本背下来 不只是你自己的 对 我会把别人的也背下来 我常常会告诉对方演员说 你台词讲错 你应该讲什么 讲什么 所以你知道 那时候还蛮讨人厌的 就是这种人讨人厌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 表演没有挑战性 因为我剧本 我一下就背下来了 然后你所有的角色 就已经开始在不停的重复 就生活已经对我来说很可怕 因为眼睛张开来 就是要去工作 我没有融入角色的时间 是吗 对 我最高纪录的时候 我有四天三夜没有睡觉 因为我都在拍戏 而且是不同的戏 不同的戏 就是同时拍三部四部戏这样子 那那个生活对我来讲 已经太痛苦了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 行尸走肉一样 所以我就想逃 不可否认的 在你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 我们熟悉你的人生经历 就是你到了大连去开了服装 那个就是第二段出走的 但是这一段出走之前 在你结束婚姻之后 还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 这个恋爱的内容 可以说的话 可以对你的影响 尤其是对你的事业选择的影响 是有很大的助力的 对不对 他有影响 他当然有影响 我们说的是罗大悠 我知道 我也只有这两段 他当然有影响 那个影响是 其实他可能加速了我 出走这件事情 就是离开原来演员身份的 离开台湾这件事情 包括整个环境 对 因为那个时候他住在香港 对 所以我当然就是变成 常常要跑香港 这是一个远距的恋爱 所以也使得你变成一个 经常对远距的旅行 你必须习惯的人了 我其实对于远距的旅行 一直很习惯 我后来有发现 我的人生就是 一个是远距的旅行 一个是搬家 这两件事情 我一直都乐此不疲 我不晓得跟小时候搬很多家 不晓得是不是有关系 在过去常常把你和其他的几位女性朋友 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 你们流传的故事很多 徐璐 庄淑芬 庄淑芬是澳美广告的 等于是创办人之类 对 还有罗曼菲 你们四个姐妹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好像非常好的交情 那在你们的早年的 这些个别的事业之中 你们互相之间 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说实话 这四个女人 都是人生经历很丰富的女人 是 那因为各自经历丰富 所以变成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大家在个性上面 都懂得一种 叫做理解跟包容 我们从来不过问 你说 我就听 你不说 我不过问 那我们可以 可能几个月都不见一次面 可是见面的时候 还是是什么都可以说 我觉得这一段关系 是一个没有压力 一个没有负担的关系 所以它可以维持的很久 而且你们的确是具有代表性 我觉得你们就是 我记忆之中 80年代在台北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极具颠覆性的 独立性 而且好像有自己的 一个主导性的 的一个地位 不论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都喜欢主导自己的生活 到东北 这件事情 我觉得虽然离台北很远 但是对于你的事业的开拓 可能会有很大的刺激 我们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我们的老台北 我们的老台北 有的时候是一个 非常抽象而模糊的 生命实践 在我旁边的是演员 也是电影监制李烈 烈姐 有一件事情 在我心目之中 1980年代台北的都会女性 能够昂首阔步 走出去开创天地的人不多 你是我们用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来说 我认为你是 我就是那个前浪 你就是第一代的台商 好吧 我们就讲台商 第一代死在沙滩上的台商 谈谈你在大连 那个本来应该是好像很有机会的 一个城市 也就是说 它是好像服装流行 什么也都开始在很有养料的 去支援 我们所声称的这个 时装产业吧 可是你当时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撑了五年吧 五年六年 我撑了五年 对 应该这样讲吧 我觉得我去的时间太早了 就是我们真的是 所谓的台商先驱者 我第一次去是八九 但是真正进去是九零 是 对 去太早 我曾经想过 如果我在晚几年 比方说我离开的那一年 九五年的时候 再进去的时候 可能整个状况都不一样 九一年进去 环境如何 条件如何 还有就是你们开创事业的 这些个手段如何 这样讲吧 我那个时候租了一个住的地方 那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四层楼的公寓 我住在三楼 那我还记得 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 为什么整个楼梯间都黑的 大家都不开灯 后来发现说 都没有灯 我就说为什么都没有灯 他们说不能装 因为你一装灯泡 就会被偷走 那对一个台北来的 一个女孩子来讲 你是不可自信的 对不对 而且门口的那个灯泡 就是是那种最小的那种灯泡 也会偷 对 那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就说不行啊 我去妈 每天回家很危险 所以我就装了灯泡 第一天装 晚上真的就被偷 我再装一个又被偷 再装一个又被偷 我就不装了 我就学大家一样拿手电筒 是 那个时候在大连 就他整个的物质环境 是这个样子 就这么一个小例子 你就知道 好 可是这跟你原先离开的 1980年代到90年 那是台北开始正繁华的时候 台北最风华的时候 你不习惯或习惯或怎么习惯 那有什么不习惯 因为我这样说吧 我刚刚有讲 我就我已经很 逆味我 我那个演员的生活 因为你知道台北再怎么风华 我是一个学校还没有毕业 就进到演艺圈的一个女孩子 我在那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其实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乏味 因为我就是不停的拍戏 拍戏拍戏 我是没有娱乐的 所以外面怎么样的吵吵闹闹 跟我一点影响都没有 是 跟我没有关系 反而对我来说 OK 我跳离开我原来的生活圈子 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那个东西整个都是新鲜的 它是新奇的 它反而好玩 可以描述一下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在一个你完全陌生的环境 而且它所有的物质的东西 简直是差到不得了 我那个时候是住的地方是 你没有办法冬天水龙头打开 就有热水 因为没有 OK 所有的热水都要用烧的 是 所以你洗澡洗头 你都要自己烧水 那你都要先把水烧好了 你才能够洗澡洗头 那这些东西很辛苦 可是对我来讲 所有的一切都很新鲜 我再过一个 好像我从有印象以来 就没有过过的生活 独立的 对 然后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所有的一切 全部要重新开始 你也必须要去负责 比如说设计 或者是跟 所有的 原来做服装一样 跟裁缝去 对 我的个性本身 我就是喜欢挑战 然后喜欢 没有做过的事情 喜欢冒险 喜欢新鲜 在做生意失败之后 你有一段时间 非常忧郁的 而且据你当时的形容 是比失恋还痛苦的 那个时候你回到了台北 回到台北 对 可以描述一下 那一段时间 怎么熬过来 以及你真正最大的 难过的地方 或痛苦的地方 是什么 是生意吗 我想应该不是 投资 钱没有了 钱没有当然难过 可是我全部的钱 就忽然一下 你就身无分文了 可是我觉得 真正最大打击是 你忽然之间发现说 原来自己 这么无能 完全否定自己 就你是这么 这么无能的一个人 你怎么这么蠢 怎么会做 这么多错误的判断 然后把所有的钱赔光 然后你现在要怎么样 再把那些钱 有可能去赚回来 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最大打击 真的就是觉得自己无能 无能这些事情 你还记得 那个时候的台北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应该是1995年了 其实那个时候 还是是香港台北两边跑 对 那个时候我对台北 其实比较深的一个印象是 因为刘大有出一张专辑 叫做 我不晓得你有什么印象 叫做什么OK男女 OK男女什么东西 我忘了 sorry 就是那张专辑的 整个的宣传的方式 是整个台湾绕一圈 在每一个城市的 最大的庙 办一个演出 那OK男女是一个团体 就是他跟OK男女一起演出 那因为那个演出 我等于是第一次有机会 真的把台湾的一些 比较大的城市跑了一遍 然后接触的都是 庙与文化 是 工庙 对 对 就那一趟的经历 我觉得有让我 整个人比较舒缓一些 我觉得台湾的庙与文化 是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文化 那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非常喜欢去台湾的庙宇 就在那些庙宇里面 你第一个你会得到一个很平静 平稳的感觉 对 那那段经历有让我比较回复一些 还有一个我觉得在过去采访之中 你也曾经提到过的 那就是原来并不知道还会再投入演艺圈 可是到后来你变成了一个专业的监制者 而且你对于新的演员 新的导演特别的注意 而且你特别留心 从海选之中能够找到的演员 从久南海开始都是这样 谈一谈这方面 我相信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跟选择 你说他有意识吗 他可能也是有意识 你说他无意识 他也是无意识 可是我觉得那个从最开始是无意识的 我觉得那个无意识 其实背后的那个潜在的原因 还是是因为自己的所谓 我刚刚讲的洗心研究 就是总是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新面孔 那你新面孔能够给人的那个新鲜感会比较强烈一些 到后来我自己就发现说 OK 那个所谓的有意识的东西 它其实是潜意识 那个潜意识就是一直就觉得说 你就是一定得要不停的有心血 你要不停的帮工作场域里面 我现在讲的是不只是演员 可能包含技术人员 包含创作人员 你就一直得要有新的东西 因为影视产业 它就是一个必须要不停的 求新跟求变的一个产业 你一直没有新的东西进来的话 你很难去刺激观众 在技术和配备 或者是这个包括机器的这些资源上 你觉得台湾的电影在历经了 你所经历的大概有30年吧 对于创作更有帮助的 或者说更有影响力的一些启发吗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了 那就是当然是跟我的接触有关系 我觉得台湾有非常好的在技术层面 在技术层面上面 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工作人员 那那个所谓的优秀是 他们的工作态度 甚至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专业上面的 不管是技术或者是创意 可能一般的观众或听众不理解 就是所谓的技术人员 他们的专业是除了技术之外 他还是要有创意的 因为灯光师不是说只是 我灯可以打亮就好了 你要能够把那个灯打到 符合导演或者是摄影师 要求的一种氛围 那个东西他是需要去思考的 他还是必须要有他所谓的创意层面在 那我觉得在这一块 我觉得台湾的技术方面的工作人员 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都是一群能够让我跟他们一起工作 我都可以很安心 你在开始进入这行的时候 也就是电视戏剧的拍摄 来到一个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特别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黄一公 但是今天你会期待 还会有什么样比较新的转折吗 你如果真的要问我所谓的新的转折的话 我现在创造新的 也不是说创造新的 而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在技术层面上面 现在对我来讲 我们的技术这一块产业上面 比较欠缺的反而是特效的部分 就是我会希望我们的 在特效上面的技术 能够更有办法再往上提升 因为未来的影视产业特效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们的老台北 在我这一代的演员里面 极鲜明而且美丽 并且会带来一种个性上面的启蒙的 理念首屈一指 后来他成为电影监制 也跟他的前半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有关 那就是不断地在离开他原先的舒适圈 舒适圈让我想到了你刚才提到的一段经历 我总觉得虽然他是很遥远的 而且离台北至少有2000公里 可是他应该在你的生命之中形成很多的教训 你刚才提到了挫败 也就是在大连 那个生意的挫败关键究竟是什么 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生意也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让我冲昏头了 你的衣服只要推出来就卖光了 那个就很容易让你觉得说 哇这个钱好好赚 所以 那衣服设计制作流程是从台湾供应吗 没有 那个当然就是说我一定要在当地找 因为你一定要用当地的消费水平来售出你的服装 我不可能从台湾找 所以我当然是当地找工人 然后找这个所谓的打板师 所有的技术技术方面的这些师傅 全部都是当地找 那自己也是用台湾的一些款式 你其实就是稍微去改变一下 然后就去生产了 销售端也是如此 就是包括开店面 对 那我最早的时候 因为店面就只有在大连 那后来是因为很快就变成很多地方 比方说北京上海 都有人来要求说希望我去他们那里开店面 那我就去了 品牌就是里列 对 品牌就是里列 就去了 那去了之后 我觉得是在太短的时间之内 一下扩充很多店 我那个时候 我想想看 我在上海 北京 南京 沈阳 哈尔滨 大连 我通通都有店 但是 这很惊人 我的问题 而且你是一个人去 我只有一个人 问题也出在这里 对 你要晓得 我那个时候 我几乎我一个礼拜 我每个礼拜要搭两次国内航班的飞机 是 到处飞 因为我只有我一个人 我没有帮手 我觉得那个就是自己犯了一个很蠢很蠢的一个错误 就我刚刚讲了说 你就会一直不停的骂自己 为什么这么笨 因为 你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台湾去的孩子 你知道 就是 我们对于那个所谓大陆那个大是没有概念的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也听过台湾的这个单邦客 一卡皮箱 对 一箱订单 好像觉得也很既潇洒 也很容易 对对对 都很容易 那是80年代成长神话里面很重要的一端 是 可是你却 可是问题是你是在大陆 就是你对那个距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 大连到北京 大连到上海 那个距离是会完全去混乱了你的判断 所以变成就后来 当然就自己一个人 你那样的奔波的方式 你根本撑不下去 你体力也撑不住 你变成你真正你公司内部的事情 你也没办法管得到 所以那个当然就很快 然后每个分店因为没有专人在那里盯着 就变成 我说实话 你里面的职员 店员偷你的东西 把你的东西转去卖 这些事情是层出不穷的 所以 就跟你遇到的第一个灯泡的问题是一样的 是吧 好 回头来看 我总觉得 你虽然生命之中有非常多的转折 你的事业 从演员到 生意人 接着你又回头 一段陈迹之后 好像又投入了 把前面的两个 一个是演员 一个是生意人 绑在一起 就变成了给电影做生意的人 你变成了监制 如何在 不管是这个制作端 或者是甚至也包括故事端 你都要去做一个导演创作者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支援 怎么会去选择电影监制 因为从离开大陆之后 自己就很清楚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做自己熟悉的事情 去大陆做生意 说实话 那只是自己浪漫的个性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可是那个浪漫归浪漫 你没有去注意到那个实际面的时候 他就失败 那当他失败的时候 你就要必须去面对着 OK 我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去做了一件我不熟悉的事情 那么不熟悉没有关系 我可以慢慢学起 可是我没有给自己慢慢去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就想想就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回头做我自己熟悉的事情 可是我熟悉的事情是什么 是表演 可是我已经不想再回去表演了 你并没有停下来 我看你到最后来得了几个奖 也都是表演 那其实都是在帮忙人家 大概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孤军奋斗的时候 后来得到的反省 你也得去帮人家了 对 但是也是因为 我说实话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需要帮忙的地方太多了 大家都彼此都需要帮忙 所以那所谓的帮忙 其实就是你帮我 我帮你 影音制作所就是这样一个单位 帮助那些搞电影 搞创作的人 我觉得不能讲帮他们 我觉得那东西是互相的 因为就是说我们提供我们在制作上面的专业 可是他们提供他们的创意 我觉得那个就是大家一起互相把一件事情做起来 未来应该跟过去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我总觉得在你的人生里面 特别是你的后来的这些比较 我觉得属于公益性的服务 即使是生意 但是也带着前面某些失败的印记 不过台湾的电影好像有一个更复杂的背景 你觉得在未来 影音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到 不管是找到好的技术 或者是找到好的故事 怎么样去开展你的下一个试验 应该这样说吧 在未来的世代 坦白讲 自从这个网络平台 我们就是讲OTT平台崛起之后 其实大家都在猜测或者是说打量 未来的整个的所谓的影视产业 它会转变成什么样子 是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随时学习去面对跟应对的 那目前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台湾在我们产业上面 我说实话我们要人才有人才 要创意其实是有创意的 现在年轻一辈的新人纷纷崛起 他们每一个人都很优秀 就每次看都好开心 哇怎么你们一个比一个更厉害 我们其实欠缺的地方是 比方讲我刚刚提到技术层面 在技术层面上面 我们有一样东西是欠缺的 那个东西就叫特效 我们不是没有特效 可是特效说实话 是一块非常非常花钱的一个技术 台湾在这一块技术上面 坦白讲是真的是比较弱的 可是未来的影视的产品 特效会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个所谓的重要是 比方我这样讲吧 你现在你在好莱坞拍片 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去实地拍摄 你知道吗 比方说我们两个人 我们坐在这里 我特效可以做到 就是它背景一换 我们就在罗马 再一换我们就到南极去 再一换我们到北极去 就特效是在未来的制作产业里面 它非常重要的一块 因为我们未来的影视的项目 就是那个内容 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变化 类型 然后让观众更多目不暇起的视觉的东西 那些都要靠特效 可是这块台湾现在是弱的 所以对我来讲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未来的影视产品 可以更多做特效的机会 更可以让我们的特效产业 有机会去做更多不同类型的片子 你有没有想过 在你的未来 不管是监制的 或者是参与的 你帮忙的这些电影里面 会有一个跟你自己的生命记忆 比如说你小时候 比如说从三重到竹林路 到和平东路 这一段生命记忆 它可能需要特效 它可能需要的是各种影像的协助 就是有没有你自己的生命故事 你准备重新揭露 我自己的生命故事真的没有 因为我对于把自己的生命故事 讲出这件事情没什么兴趣 可是我对于过去的台湾 发生过的很多事情 我非常有兴趣 那他们都是会需要大量的特效的 因为就是你知道时空的转移 现在的台北 已经不是我们过去的台北了 就好像之前天桥上魔术师那个戏 他不是把中华商场重建了 就像类似的东西 那个会是我很想做的 把过去的台湾的一些故事讲出来 比方说你的小说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等待着烈姐去发现我的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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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和车身 涌起在窗口 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 五次都市的边缘停留 小产品上标的地方 后患的时间 座口 最让一集留 周春的时间 在作用的工作 在回忆中消失 三十岁我的直言 是自由 勤劳的人啊 无聊的人啊 还有陌生的我 在街头游走 白色的墙竹 玻璃的黑幕 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 告诉我 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 都为你来 我的待 雪 都为你来 我 有 你来 东西 都为你练 不 有 是谁在智慧路上的追逐 有谁来裁判游戏的胜负 谁让我爬上高楼的冰断 却看不见昨日的天堂 告诉我 人类还没有绝望 告诉我 上帝也不曾疯狂 告诉我 告诉我 这未来 告诉我 这未来的未来 我等待 告诉我 世界不会变得太快 告诉我 明天不会变得更坏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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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未来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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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告诉我